大家应该还记得不久前无依法和护肤的撕逼大家吧 这可是在热搜榜上徘徊了一周以上的热门话题 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应该是告一段落了 结果昨天人民网发布了一篇文章 明星什么时候起不能批评了 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前段时间偶像消音无休概念被粉丝质疑 因为在综艺里担任导师难以服众 而这位偶像不思进取 不自我反省 反而是营造舆论 下场会对对方 这也是让本次回想起了之前无依法案和护肤之间的撕逼大战 这么一将无依法弹入进去 发现世界完全吻合内容 所以说 这是人民网在暗示无依法吗 人民网这是将无依法前段时间发生的事迹数了一遍 又在下面吐了个槽 看来是很看不惯无依法这种行为 网友们对于人民网的文章看法观点不一 有些觉得说的对 有些有人为这件事情无依法没有做错 你对于这次报道里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观看